那个公式有个节目叫做一次千金 有 你可以跟小孩子互动 你就买那个稿纸 或是说你可以自己画那个格子 或是你自己用握的操作都没关系 然后你就跟小孩子互动 来 随便给我一个成语 来阿密你给我一个成语 随便 一次千金 就一次千金 一次来一 四 来 然后你就跟小孩子互动 可以从这里想成语 成语 都没关系嘛 对不对 来我们完成五个 来就随便讲 哦来 十金 五 内 那这里就可以继续延伸了 对不对 你就可以跟小孩子互动 来 千 君 一 八 啊 自 自足迹 好 那即使我们也可以怎样 都可以往上 也可以 不用太局限小朋友写出来的方向 主要是要让他输出 因为小孩子现在学很多了嘛 你就要让他输出 所以你也可以怎样 往上 都可以 诶 应该是 玉木的 对不对 好 来再来 同一意志就可以 我会告诉你怎么处理 不一定要完全是这个经 这个十 比如说 这个我可以 然后你要特别 那我又用红色的方向 你要特别告诉小朋友 这个是不是 同一意志 这个应该是这个十的 所以你要请你们家的小孩子 把这个十自己把它圈起来 有圈起来他代表他知道这一个字是怎样 同一意志 啊如果没有圈他会搞混 如果可以的话 你还可以叫他自己在旁边写一个十 都没有关系 好 再来再一个 一 一 一帆方顺 一帆方顺 所以你也可以 我可以往左 可不可以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一张纸 一开始 只有在中间 然后最后它会写来这里 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 所以这个之前 忘记是哪一个县市 我忘记去哪里 然后他说他们的 喊架作业 就是这样让他们去玩 然后回来的时候 就直接这样子 我没想到这个 可是这个要大小孩 像我那中班 他那时候 他说他们的 喊架作业 就是这样让他们去玩 可以啊 那你怎么跟你们家小孩子互动 我自己也是玩街龙 今天我们就任意找这一个区块的 对对对 他还叫我管他一起玩 然后你就自己练习照具 比如说一帮工睡 然后你就让小孩子自己照具 比如说爸爸要出館去捕鱼了 我住他一帮工睡 就是类似这种东西 比如说今天刚好圈来到这里了 对不对 一样找五个 然后来照具 虽然我不是施犬十美的小朋友 但是老师很爱我 就让他去讲 因为他现在只是在选一层而已 对不对 我们现在成语我们知道了吗 可是知道你没有用出来 他还是死的东西 然后让小孩子多用 也许未来他的协作 他就能够用上了 好不好 真的就是其中一个 你可以跟小孩子互动这个 那当然你说你的小孩子 如果说是低年级的 一二年级 可能没办法了解那么多 以前我去带低年级 我就跟他们玩 语词接融 因为跟小孩子互动 语词接融 我们试试看好了 试试看你们回去来带动 比较有概念 语词你可以同志的 可以同志的 然后还可以什么 同意 同意 然后最后 同意 没有没 我是让他开放 就是让他有声调 什么叫声调 一声 两声 比如说一字肩 金已经想不到了 你就可以用二声 紧 紧 紧 都没有关系 好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是 第一年级 因为他认识的还不多嘛 他主要就是亲子互动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比如说 我们先从词语就好了 当然若你们有成语更好 好不好 词语或成语 也想不懂 我先不懂 一句 词 así